如何给狗狗拔耳毛 怎样在家里面给自己的狗狗去拔耳毛呢 那有些狗狗它是不长耳毛的 比方说我们常见的哈士奇 或者是说是金毛这样的狗狗 但是有些狗狗天生就要去承受这种拔毛的痛苦 比方说泰迪比熊还有雪纳瑞 特别是雪纳瑞它的耳朵里面的毛发特别多 那我们在去做拔毛处理的时候 一定让狗狗去习惯这种行为 并且去做到一个不恐惧和不惧怕 首先我们要用专门的一个耳毛粉 去挤洒在它的耳道里面去 这样它会让它的耳毛更加容易拔除 当然在拔的时候一定要一点一点的拔 不能隐私性拔太多 如果是说你的狗狗耳朵里面 本身就会有发炎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你不能自己在家里面去给它做处理了 建议还是带到医院 因为这个时候你如果是说还继续给它做拔毛处理的话 有可能它的一些细菌性的炎症 会让它通过这个拔毛的一个动眼 会感染得更加严重 小贴士 有些狗狗需要拔耳毛 有些不需要 要用专用的耳膜粉 要一点一点拔 不要一次性拔太多 狗狗耳朵发炎 不能拔耳毛 不需要拔毛